因为政治的计算 政党的恶斗 最后没有办法完成 他在台湾建筑梦想的 在哈哈里 反而因为得到了 诺贝尔最 得到了建筑将里头 最高的诺贝尔建筑 杨德普利斯克奖 在全球大为成名 他现在在大陆 红得不得了 到处都有他的建筑 最近他在北京 完成了一个商业建筑 叫旺金 在上海也完成 在成都也完成 在广州也完成 他现在几乎是可以说 全中国大陆 最受欢迎的国际建筑师 我们特别跨海 在北京看到了 他新完成的建筑 来看这位 跟我们完全没有缘分 擦身而过的 英国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 从北京首都机场进入市区 即使雾霾再怎么遮天蔽日 也不可能忽略前方的高层地标建筑 得向他行注目里 视线随着弧线移动 封顶上几个大字写着 旺金搜红 普利茨克建筑师之一 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 扎哈哈地与SOHO中国 在北京二度洗手完成了进案 大是一贯强烈独特的流线风格 巨大的量体 找不到一处直角 像是千万年流水自然打滑过的软石 风啊或是水的 仅可以从山间谷地顺势穿越溜过 不带走一丝波澜 最高的建物两百公尺 称它是座小山 绰绰有余了 山峰林立 相连并致 戏称三座大山 今天我们先向媒体朋友们 介绍旺军之后的建设立场 非常感谢大家和他的团队 把这样一个前卫的 国际化的作品 建到了古老中国 也非常感谢中国政府 本着改革开放的精神 批准了这样一个前卫的建筑 SOHO中国创办人潘石屹 开幕记者会上这期话 惹来不少笑声 有点调侃但也不失真实 他的妻子兼合伙人张鑫 说的建筑一开始本来是两座山 这么超前的这种东西的话 还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 这个项目刚拿去的时候 政府说你不行 你两个太大了 你这个变成两个长城堵在那里了 所以他们说 我们说真的有这么 你想想你这个宽到什么程度了 好我们才从两栋变成三栋 所以从那个你从那个天上 那个照下来一个照片 可以看到以前是两条鱼 现在变成三条鱼了 鱼也好山也罢 总之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式描写庐山的样貌 这回形容其旺金SOHO 倒也贴切 它还获得国际业界肯丁 入选2014年世界最佳高楼奖 占地11.5万平方公尺 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公尺 和东京的中城规模类似 由三栋办公和商业一体的高层建筑构成 潘石屹不无得意地指出 从以前四四方方的办公大楼 到现在流线有机的未来建筑 SOHO中国 力图不断超越自我 但摩天楼宇 之所以造型能够不同流俗 得大大归功于建筑资讯模型 并 我在电脑上3D做一个模型 全部盖这个楼 全部精确到每一条水管道 三个星期就盖完了 所以我在三个星期之内 我就可以发现 所有我需要调整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科学技术 给我们带来的 否则你随便杀哈 画一个弧线 怎么去实现呢 这个地方 到底要切多少段 才能够弧起来 到底这个里面要放什么东西 你这弧完了下面 里面是个面积啊 我这个房子是转到这来好 这个墙已经到了这么矮 我人站不起来了 怎么办 这些都是需要计算的 如果没有这个3D的 先在电脑上盖这个房子 这些就不可以实现 得力于电脑科技的进步 摆脱纸上建筑师基品的 杂哈哈地则认为 高层建筑的难度 不在于施工或材料 最难的地方总在于创意上 如何打破框架 超越界限 开幕记者会上 始终笑得合不拢嘴的潘石屹 被问到阿里巴巴 美国上市案 对房地产业的启发和冲击 首先要恭喜阿里巴巴 上市很成功 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效果 就是有好多美国朋友 很正奉 非要跟我们合作 这可能是阿里巴巴上市之后的第一个效果 第二个呢就是 IT行业发展起来了 对我们商业地产带来多大的冲击 最大的冲击 就是我们望京所有的三座大山里面 90%都是IT企业 这个传统的企业越来越少了 从这个长远来看 就是这种硬件的房子 一定要跟互联网去结合 结合的道路在哪 我们正在探索 探索的道路始终充满惊奇 对SOHO中国如此 对扎哈阿里这样的建筑大师来说 他在中国 在亚洲才真正迎来了 人生的肯定和高峰 更多更大的经验 有待他自己写下